大兄姊妹主内平安 今天落响圣言读经计划的经文 是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至十八节 让我们先来读这段的经文 然后有一段默想的时间 盼望神他亲自透过他自己的圣言 来到教导每一个渴慕他话语的人 也都叫我们凡乐意进行他教导的 都可以得着他所应许的赏赐 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 普遍圣经学者都会认为 在哥林多教会有一批外来者 指的就是那些非当地的信徒 他们对希腊化的世界非常熟悉 又采纳了很多希罗世界的价值观 和演说的红辩技巧 因此他们很快就赢得 哥林多这一类教会的信任 他们一方面既对保罗的教导 身份和他的为人作出挑战和否定 例如嘲讽保罗 说他的书信又沉重又厉害 及至见面的时候 却是气貌不扬 言语操俗 更加严重的是 这些人推送一些有选福音的价值观 难阻了人对神的认识和信靠 并且他们迷惑和煽动了教会里的信徒 令到他们偏离了起初 从保罗所领受的福音 保罗对于别人对他个人的轻视或者否定 基本上无放在心里面 他所看重的 并不是个人的声望或者是荣誉 只不过他作为仕途 作为福音的使者 这样被别人毁谤或者误灭 必然会影响他传福音的果效 和福音真理本身 因此保罗就作出澄清辩解 甚至反驳 亦都是对哥林多教会信徒 作出提醒和目仰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以耶稣基督的温柔和平 作为他劝面信徒的回应态度 有学者就指出 保罗提出的温柔和平 是表达出一种性格上的美德 就是对别人宽大为怀 不轻易攻坚别人 能忍受责烂 并且并不是以纯粹个人 自己的利益为着眼点 值得留意和思想的就是 普遍人们会认为 温柔和和平是游弱 甚至会是怯懦的表现 对恶意的攻击 根本就不能够有什么保护的作用 只不过保罗坚定地来到宣告 也都提醒属主的人 因为他深知道主赐给他的权柄 是要使人在灵里面得着造就 他以及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 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因此就不能够使用熟血气的兵器 要是以在神面前的能力作为兵器 才能够将一切拦了人 认识神的事来攻破 叫人得以信服基督 当中充分显示出 在主里面的勇敢 就是凭着神的真道 凡事都有洁剂 能够使人有益 并且显明主的爱 这个就是保罗领受福音使命 最终极的目标 大兄姊妹 在属灵的争战当中 我们要怎样来看待 那个恶者的攻击呢 以至能够击破他们阻拦 福音的诡计和盈旅呢 是不是要以更大的恶 来作反击 或是要以彼之道 还施彼身呢 我们从保罗所经历和他所做的 给我们看见 他是以持守真道 以走上基督十字架的道路 来作回应 因为耶稣自己已经表明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耶稣自己也都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 但他也都向门徒来宣告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面对邪恶的势力 的欺凌和张抗 确实很容易会令人血脉沸腾 意愤填膺 因此我们更加要来到操练 温柔和平的盛情 当情绪受激动的时候 要得避免作出恶事 不小心就陷入了罪恶的网络 盼望我们都能够从这段经文 得着帮助 提醒和安慰 即使 好像保罗最终 在不义的权势底下丧命 但在属灵的争战当中 他却是以顺服真理的样式 来到显明了神的大能和德性 也都在福音的见证上面 结出了美好的果子 我们的德性 就是要叫神的荣耀得着彰显 和使道人得以认识真理 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祷告 天父求你 使我们每一个熟理的人 在恶者的攻击和逼迫当中 得以站立得运 仍然能够放胆为福音作见证 叫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 荣耀你 我们的祷告 是逢主耶稣基督之名以求 阿门